空调安装时很多客户会收到不同SEAR的空调报价 发现不同的SEAR数字安装成本差异还是非常大的 那么空调当中这个决定价格高低的SEAR数字大小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更高的数字意味着更高的运行效率 简单来说SEAR就等于一个季节的制冷量除以电力输入 因此更高的数字意味着同样的制冷量对应着更低的电力消耗 也就意味着更高的运行效率 SEAR范围从13到16的空调大多数是单级型号叫Single Stage 意思就是单级设备在任何时候都是满负荷的运行 它们往往会更加频繁的打开和关闭 就像汽车一样耗油量最多的就是在起步的阶段 空调在停止和启动频率较高的情况下运行的成本也会更高 而SEAR17级以上的空调大多是两级型号 也就是Two Stage 拥有两级容量 第一级是功率的35%到40% 高一级的是100%的功率 两级的空调大部分时间是在低温下运行 会产生更长时间更温和的冷却更好的温度平衡和更好的湿度控制 更高的SEAR意味着更好的舒适度 大多数单级空调使用的是导致气候舒适度比较差的单级或多速的风机 而效率更高的17或以上SEAR的空调通常配备的是变速风机 这些功能不仅提高了设备的能源效率 还会产生更好的冷却效果 标准空调只有两种模式 开和关 但是带有变速风机的两级空调 在较低设置下可以满足大约80%的冷却需求 这就意味着它会更频繁的运行 但是在较低的设置下并没有那么多的启动和停止 这样有两个好处 一、更少的热点或者是冷点 也就是说更长的运行时间有助于您家中的空气更好的混合 并在您家中提供更均匀的温度控制 二、湿度较低 运行时间更长 有助于空调从空气中去除两倍的水分或湿度 这在潮湿的地区非常的重要 更高的SEER往往意味着更贵 SEER时期的额外成本可能需要十多年才能节省下来 但是越来越多的客户选择更高的SEER空调 正规的安装公司可以提供各种型号的设备 最终的决定权在于客户的选择 点击关注 您会看到更多解密视频 我是Summer 这里是北美华人暖通空调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